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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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讲《观五亮寿佛经》的图片 请看 不是很清楚 因为它有玻璃 有反光 悔过得深月 各位有看到佛吗 两个佛吗 右边这个佛是释迦摩尼佛 放光 左边那个佛是阿弥陀佛 也放光 中间你有没有看到有一条桥 上面有一点火 对不对 有个木板 有一个人走过去 对不对 看得到吗 看不到可以站起来 没关系 那右边有一些人在帮他祝念 就送他去 好 这个说明是什么呢 极乐世界这个法门是非常殊胜的法门 但是考验也非常多 中国有一句话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很多人劝你要去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很多 某某法华师说 那是假的 某某居士说 那是不较劲的 这些就是来考验你的 就像一条桥 对不对 你明明要往前走 旁边跟你讲 不要过去啊 不要过去 你过去会摔死 所以 右边释迦摩尼佛放光加持你 让你相信佛讲的 释迦摩尼佛讲的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是十方诸佛都赞叹你的真实法门 左边阿弥陀佛放光是他 他有四十八大院来接引你 让你走在这个路上 也不要掉下去 这是这张图片的意思 所以在观无量寿佛经 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里面说 什么叫做真正生性极乐世界吗 注意听 善导大师讲的 假使有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 现前告诉你 不要相信极乐世界 不要去极乐世界 他说 这个都是假的 你看善导大师讲话讲的这么绝跟这么真 阿弥陀经 既讲六方佛战 对不对 玄壮大师翻译的有十方佛战 十方诸佛都因为阿弥陀佛的诸佛称赞愿 没有一个人不赞上阿弥陀佛的 所以佛跟佛是无我 绝对不会有一个佛来告诉你说 不要念佛去极乐世界 那是魔 那是骗你的 所以换句话说 真正要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考验非常多 知道吗 你自己有业力 假如你又不经常听经又不闻法 还有执着 我举个例子 再跳回来 我刚才那个故事 我的同学她的妈妈叫黄云娥 她要往生 其实她也有牵挂 因为那时候我在澳洲留学 我出国留学很忙 我没有跟我同学联络 她突然问了我的同学 她儿子 辛红石在哪里呀 她说 妈妈 你不要想她吧 你想阿弥陀佛吧 辛红石不管在哪里 她出国留学 她都会祝福我们的 你现在先去极乐世界 将来我也去极乐世界 辛红石也去极乐世界 我们就会在极乐世界见面啦 你看她儿子多有智慧 因为她儿子平常也读无量寿经 也听过四十八大院 就劝她说 你不要执着留恋 要见到一个师父 你先去极乐世界 将来呢 我会见到辛红石的 所以事实上她断气的时候 我是没有在旁边的 我听到的时候 到她家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难过 但她现在是西方极乐世界大菩萨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这个奖经里 我就是很真心的引她的故事 用她的故事来勉励大家的话 那她的故事就会产生更大的功德 她在极乐世界上是听得到的 因为她现在是坐在大宝莲花里面的大菩萨啦 对不对 所以极乐净土的法门是真的很殊胜 但因为很殊胜 所以考验也很多 考验从哪里来 简单说有三类 你自己写 第一个 自己的烦恼 怀疑 因为你不听经嘛 你也不念经嘛 你不了解道理啦 所以你就东听西听乱乱听啊 所以你常常在怀疑 第二类呢 是遇到恶友 所以听好恶友并不是说她是坏朋友 而是呢 她也不一定是坏意 她没有坏意 她只是对净土法门没有信心 所以告诉你去修这个 修那个 修这个 修那个 那这样的话也变成你的恶友 她没有要害你 很多佛友之间并没有坏心要害人 只是她的知见不太圆满 她对极乐净土的法门不深信 所以我觉得你选怜友要有智慧 第三个 遇到外造 外道挑战 或是获不好的善知识跟你讲假话 那你也是你的恶源 举一个例子 我可以公开说 多年前 在十几年前 东南亚全世界流通了一本书 叫《由西方极乐世界记》 对不对 对不对 某某宽法师所写的 其实那本书是假的 为什么 举一个例子 她说她阿弥陀佛的加持 她到了极乐世界 看到极乐世界很多莲花化身 然后夫妻之间有男女的行为 可没有男女的种子 天哪 极乐世界通通都是菩萨 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阿弥陀佛不是发愿吗 国无女人愿啊 后面大家会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没有男人 怎么会有男人跟女人的行为 而没有种子 换句话说 她看的根本不是极乐世界 你们真的要相信阿弥陀佛48大愿啊 她自己发的愿嘛 对不对 她说到了极乐世界呢 还看到弥勒菩萨 还看到天道 还有看到什么观世音菩萨 写的非常的精彩 然后她全球都弘法 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师父 她说这是假的 不要讲 免得人家毁谤我们 事实上她已经往生了 她写的书流通非常多 很多人也没有智慧 拼命硬拼命硬 其实你根本没有功德 因为她讲的本来就是假的 所以你要以48大愿去判断 西方极乐世界 国无女人啊 也没有男众啊 所以看这张图片很难 你要去极乐世界 就走在一个很小的木板上 旁边的火是什么 代表你的业力 四大的业力 让你身心不安 正念分明 没办法分明 再看 我拍短的一张 这张是阿弥陀佛 更清楚 阿弥陀佛呢 她放光加持她 告诉一个人 你要正念分明 一向专念 细念不乱 你要勇敢的跟着来 她就要走过那个桥 旁边有很多很多的火 火代表业力 好 这是左边 再看下一张 右边这张 站的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放光加持她 为什么呢 注意看 释迦摩尼佛的下面呢 是她的家人帮她祝念 可是祝念的背后呢 有很多呢 鬼啊 游民借众生来啊 就是抓着她 不要让她去极乐定土 知道吗 好 对不起 这个真的很抱歉 我已经尽力 因为这个图片它本身有反光 是很清楚 不过我讲重点 希望我将来有缘 可以拍到更详细的照片 跟大家分享 但是这是日本人 按照《光无量寿佛经》里面的 著书画的 所以告诉呢 释迦摩尼佛也很欢喜 告诉你 相信我讲的话 相信十方诸佛我讲的话 往前走 所以她的家人在旁边祝念 祝念的时候 后面就很多 幽民借众生 冤亲债主来要抓她 希望说你不要去极乐世界 不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可见去极乐世界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你要有信心 阿弥陀佛西方三圣 加持你的话 哪呢 你只要忏悔 不管你造过多少多少的恶业 只要你任心忏悔 你还是有希望去极乐世界的 这是很重要的 好 再看下面 二十二院 二十二院 国舞女人院 好 这就是刚才讲到的 很重要的 请看三十八页 第十四行 心五二十二 国舞女人院 我做佛时 我极乐世界当中 绝对没有任何的女众 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 在座有很多女众 不要听了不高兴 哼 阿弥陀佛 心不平等 racial discrimination 种族歧视 不是这个意思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告诉你 你可以在旁边写 我做佛时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女人 瓜胡也没有男人 都是莲花化身的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的菩萨众 为什么呢 因为佛讲经是真为我们地球所说的 当然要以人类的理解的观念 跟概念来语词来做辟语 在这个世界 男众跟女众里面 各有各的功德 在《父母恩众男报经》里面讲 爸爸跟妈妈功德都很大 可是在比较上 妈妈功德比较大 所以各位女众你高兴了吗 爸爸不要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妈妈要怀胎十月 那孩子胚胎在这个成长的时候 妈妈透过食物 要用自己的牛奶 自己的精跟血 跟所有的营养 让孩子能够这个延续生命下去 所以产后大家都要坐月子 所以母亲是耗尽了所有生命的 地水火风四大的能量 所以妈妈是很辛苦的 然后呢 所以妈妈功德比较大 可是出生以后呢 爸爸要拼命负责赚钱 所以爸爸功德也很大 所以爸爸跟妈妈 两个在比 以生理的苦来讲 女众的苦比较多 烦恼比较多 所以佛看到了 女众身心的变化 女众呢 情质比较重 可是转过来 女众的悲心也比较广 所以比较广大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会喜欢 拜大悲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代表解决一切众生的苦 是让观世音菩萨 也不是男生 也不是女生 她是菩萨摩赫萨 所以在这里 当佛发愿说 国无妇女的意思是说 来到极乐世界的人 是莲花化身 没有血肉之躯 没有世间 像男人跟女人 尤其是女众 这样生理跟心理上的苦 那反过来说 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男人 也没有像男人脾气那么坏 现在好男人也很难找了 对不对 好男人也是变成稀有动物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些好男人 对不起都出家了 就像我 I'm single and a novel 没有 开玩笑的 对啊 告诉你真话 我没有出家之前 没有交过女朋友 对 我单身 我如果交了朋友 我想我也出不了家了 对啊 因为有家庭责任 所以 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男众 所以简单的讲 它没有男众跟女众的对立分别 都是莲花化身 这是这一院主要的目的 因为有些女众看到这个经文 就来跟师父辩 阿弥陀佛有其事 你看 我做佛时 国无妇女 师父我每次念到四十八院 我很不甘心 这一院我跳过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各位听完这样解释 国无女人是象征 没有男女的对立 所以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 再看 星六 二十三院 愿你转男愿 若有女人 闻我名字 得清净心 发菩提心 艳患女生 愿生我国 命中就会变化成庄严的男子 事实上这也是 这里的男子请刮骨 是变成三十二大丈夫像 来生我的岔土 为什么呢 注意听 在中国印度西历史上 其实以现在的例子来看 在座所有听经里面 女众的身份比男众多 魔法时代真的是这样 女众比男众多 出家里面也是 男众比丘很少 这是众生的缘跟业的显现 但是女众里面 也不是没有善根的 有历代的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跟皇后 佛教的大护法里面 有很多是皇后 跟公主 所以她都是很有善根的 了解吗 那有些众生 像举个例子 我前几天讲的经 有没有 阿帅世王要杀到她的爸爸妈妈 是韦提西夫人跟 贫婆索罗王 韦提西夫人旁边 她就有五百位宫女 韦提西夫人自己就非常有善根 她还受过菩萨戒 她虽然是一个皇后 可是她善根非常的深厚 她还度了五百位宫女 所以可见 女众里面也有很精进修行的 但是女众里面 因为身心的关系 的确有很多不方便 对不对 像我是一位男众比丘 我就可以全世界去弘法 如果是一位比丘尼师父 可能她就要一两个照顾人 为什么 怕安全 现在新加坡很安全 在古代 印度 女众 连出家的比丘尼 被盗匪杀害 或强暴 或恐吓的也很多 那是社会不安定 所以有些众生 的确身为女生 她觉得很荣耀的时候 可是她心里是很苦的 所以阿弥陀佛也看到十方 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 有些女众很希望作为男子生 身心比较能独立 所以她就发了这一愿 叫愿女转男愿 若有女人闻到我阿弥陀佛的名号 可以得到清净的信心 清净信心是很重要 所以换句话说 这种女众 人家看到她也会生起清净的信心 我多举个例子 请各位不要介意 有些女众看起来就很庄严 很清净 有些女众很漂亮很庄严 人家看到她就会打妄侠 欺负她或占她便宜 吃她豆腐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不够干净 所以有些女众看起来是很妖艳 其实也很丑陋 对不对 所以女众每个夜的习性就不一样 有些女众很有气质 有些女众很粗鲁 所以每个人的夜也显现不同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 假如你拜观世音菩萨 而求男得男求女得女 你生大的女孩是什么 素质得本众人爱尽 知道不知道 你们在普门品里面 就是说她多生多吉啊 修了很多善根福的因缘 她虽然是女生 众人爱尽 别人看到她会很生恭敬心 而且会欢喜她 而且会保护她 而不会生起妄念或恶念 去伤害她或占她的便宜 这是她的重点 同样的看这里 愿你转男验是说 这样的女生啊 她念阿弥陀佛功德以后 所有的众生看到她 会生起清净心 也会发菩提心 她当然自己心也很清净 然后她也发菩提心 当她女生的夜报生静的时候 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莲花化身 就变成三十二大丈夫相 所以事实上极乐世界 是没有男众跟女众 那这样的女众丁浩 你成愿再来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因以和生得度者 既献和生而未说法 你也可以献比丘尼生 也可以做在家女居士生 而且你会度非常非常多的人 她虽然是女居士 但是她有清净性 跟发菩提心的功德 了解吗 所以这样你们 各位女众终于满意了吧 男女是平等的 这两院很难讲 我今天念了很多很多的 阿弥陀佛的 不然讲完以后 出门可能会被人家打 再看下面 二十四 总结 男众女众都是莲花化身院 请看经文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 不管是三三道三二道 所有的众生 无量无边世界的众生 生到我极乐世界 都在七宝池莲花中化身 若不而者我就不成佛 好 这莲花化身 请你写莲花代表六度万恨的音 极乐世界为什么要莲花化身 为什么不是摩托车化身 或是轿车化身 或BMW化身 因为 这里的莲花代表六度万恨的音 菩萨要行六度波罗蜜 六度万恨的音 成佛的时候 六度万恨的无上佛果圆满 好 请看幻灯片 这张就是西方极色世界的 七宝池八公嘴水的莲花 各位看一看 你有没有看中哪一朵啊 你是什么颜色的啦 有红色 有紫色 有白色 有金色 有彩虹的色 那当你真的听了阿弥陀经四十八愿 或是过去你就修过净土 你生起一个愿 每天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发愿文的时候 当你一生起的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一朵你的莲花 上面就刻着你的名字 像我世心红 就有一朵你的莲花 那你若很用功的修习 那莲花就会越来越大多 因为积功累得 而且放光 假如你遇到了恶友或外道 你不修极乐净土 放弃了 呻缩了就不见了 下次你再忏悔 你又想去极乐世界 七宝池八公得水 又有一朵你的莲花 上面写的你名字 各位莲友不用担心 英文跟中文 华文都有 广东话也有 我都知道你们要问什么的 所以这莲花化身是代表的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莲花化身愿 第二个你自己修的功德力 所以莲花的大小是这两个来决定的 那阿弥陀佛平等 所有的众生都有莲花 所以当你勇猛精进 广度众生 昼夜精进 按照静夜三福去做十一条 你做的越多的时候 你的功德力就会越大 而且会放光 遍照三千大千世界 那离命中的时候 西方三圣就是用这朵莲花来接你的 所以当你一往生莲花的时候 以世俗的角度讲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家 这个莲花就是你的家 就是你的莲台宝座 所以你看西方三圣 脚底下都是踩着莲台 曾经有个小朋友问我 师傅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为什么都是没有穿鞋的 很好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染污 我们这里为什么要穿鞋呢 因为地下肮脏 还有鞋子呢 怕被剥离或者割到 对不对 你怕受伤 西方极乐世界全部都是清净的 所以他根本不用脱鞋 了解吗 这个小朋友问的很好 好 再看下一张 莲花化身院 好 看阿弥陀佛 前面就有一个莲花化身 当你一莲花化身的时候 所有的天人啊 菩萨都来赞叹你 善哉善哉 西方极乐世界 又多了一位大菩萨来了 所以大家呢 就有天乐 有飞天 有音乐 有舞蹈 有乐器来赞叹 又有一位大菩萨 菩萨摩合萨 突生到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院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欢喜的 所以他不是用 爸爸妈妈的肚子里出生的 接下来再看 好 这时候呢 莲花化身以后呢 假如你功夫好的话 就可以从莲台下来 礼阿弥陀佛 或跟大家呢 一起聚一聚 那这里我上次说过 图片你所看到的 这小娃娃 其实这是方便说 这是画给我们看的 西方极乐世界呢 阿弥陀佛没有发愿 往生的时候 都是可爱的小娃娃 然后将来长大 没有 他发愿 都是三十二项 八十种行 子魔真金色身 这一点大家要了解 好 请看三十九页 第十七行 星巴二十五愿 天人礼敬月 请看经文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名字 欢喜幸乐 礼拜闺蜜 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所有的众生 闻到我阿弥陀佛的名号 对不对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利益 在你没有往生之前 或往生之后 你会心非常的欢喜 而且你的信心 会越来越强 甚至呢 你也会常常的礼拜佛 而被把心 归命为三宝 以清净的心 会在人间 继续修菩萨行 或在极乐世界 也可以修菩萨行 这时候啊 在这个世界的 天上的天人啊 诸天世人啊 没有一个人 不礼敬你 而恭敬你的 换句话说 你在没有往生之前啊 所有的天人啊 看到你 他会恭敬 为什么 哎呀 这会太了不起了 这个的弟子呢 非常的精进 他会看到你头上放光 身上也放光 然后你将来是 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 大菩萨的大弟子 所以这个世界的天人 会对你很礼敬的 当然你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大家也会礼敬你的 看新酒 二十六院 闻明德福院 若有人闻到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啊 假如他的姻缘 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往生极乐世界要很大的功夫的 要很多的福德姻缘 那假如他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怎么办呢 临命中时将来他会生在有福报的家 叫尊贵家 而且诸根无缺 就身心很健康 没有残障 而且他也会生在佛化家庭继续修行 所以这叫闻明德福愿 阿弥陀佛知道有一些众生啊 拜阿弥陀佛啊 不一定要去极乐境世界 他只是希望要得到福报 也有 阿弥陀佛叫无量光佛 也叫无量受佛 既然叫无量受佛的话 表示他的寿命很长 也就是福报很大 所以念阿弥陀佛啊 真的福报会很大 寿命也会很长 不会像一般人讲 还有 念阿弥陀佛 不可以喔 死人要念阿弥陀佛 不会 你看这一面 叫闻明德福愿 所以 只是有些众生呢 他没有福报 听闻到佛法 所以他会有误解 再看下一院 心识二十七院 修殊胜行愿 就是说 常修殊胜范行 把范给画起来 范是指清净的意思 假如你觉得你受了戒 持了戒 常常会有恶业去犯戒 或破戒 那你要常常拜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你就会常修殊胜范行 第二个 假如你觉得男女之间 你的关系常常很复杂 夫妻之间障碍很多 请你多拜阿弥陀佛 你会常修殊胜范行 范是指清净的意思 也就是说 透过万德弘明的加持 会让你身口意清净 那你的戒法也会清净 你的修持也会没有障碍 因为阿弥陀佛讲 常修殊胜范行 若不遏者不取正觉 反过来说阿弥陀佛已经成佛 所以所有他的大愿 也都会圆满的 当然念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常修殊胜范行 西方三圣都可以 普门品有说 若有众生 多于淫欲 多于称慧 多于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是不是 所以 心清净很重要 但是我们这五着世界的众生 有时候自己多生多结的恶业 还有外面有很多恶友 还有恶的环境会诱惑你 甚至让你造恶业的话 那你要常常拜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你就会常修殊胜范行 最好建议你拜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把它当四十八拜拜佛 每念一愿你就拜下去 会非常非常的好 我以前自己拜过 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愿 你拜到最后会感觉是 重重无尽 广大无边的 请看幻灯片 二十五院天人礼禁院 所以在敦煌壁画里面 西方极乐净土 当你莲花化身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人呢 就弹着琵琶 各种乐器鼓来赞叹你 当然这些音乐也是赞叹西方三圣 同时它也赞叹你 莲花化身以后的功德 所以天人都会理尽你 接下来再看另外一张 中间呢有人舞蹈 然后呢是法喜充满 然后旁边呢有各种的乐器 当然因为是敦煌的壁画 所以它画的可能是当时 中亚继兵国以及中国 快唐朝 魏晋南北朝到唐朝 那一段时代的乐器 这里面我好像没有看到钢琴 因为那时候它没有这个乐器 它大部分都是笛子 鼓针琵琶 对不对 鼓还有各式各样的乐器 就是说天人呢 会用音乐来赞叹你 赞叹你什么呢 赞叹你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功德 终于你往生极乐世界了 他非常的赞叹你 这叫天人礼敬愿 接下来再看修书圣行愿 看这张幻灯片 唐末北山的石科在中国大陆 注意听 假如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朝圣的话 你应该多多去看各种圣地 尤其是有跟极乐净土有关的辩文 或是石窟 我解说一下 我引用这张照片是告诉你 古人修阿弥陀佛的方法有很多 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石窟 就像一个大殿 我们现在讲它 靠着这石窟 它用石头雕的 大部分是谁做的呢 文武百官 出钱做功德 有钱的人或虔诚的佛教徒 他就会雕石雕 这是一个功德 那第二个 这个石窟做什么呢 让大家共修 拜灿 或是诵经用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片的呢 佛像是在靠墙壁 他们可以诵阿弥陀经 诵无量寿经 拜极乐净土的禅 也可以拜大悲禅 还有一种 你如果看到石窟 假如就像我们讲堂 佛像是雕在正中间 那个灯的底下的话 那这个地方是让你禅修用的 真正修极乐净土的人 他也会诵经禅修 然后他要精行 所以佛像是在正中间 他这样子才可以跑箱 或是精行 边精行的时候 也可以念阿弥陀佛 然后念阿弥陀佛 然后念诸 然后念阿弥陀佛 念往生咒 然后念累了呢 他又可以再回来 对着西方三圣静坐 或是继续修行 所以石窟 简单说 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第一个 文物百观 修福修会 第二个 住在这里的僧众 在家出家 可以礼灿 诵经 或拜佛 第三最重要 也可以禅修 做观想 所以你看石窟里面呢 他屋顶上里面 也画了很多很多的佛 你想 在山洞里 为什么画得这么漂亮 禅观用的 它不是像shopping mall 挂在那边给人家看的 这个 真正是有修行的人 才会来这里 而且以前的石窟呢 都是在荒郊野外 它不是在市区 所以壁画呢 其实它是要禅观用的 这一点大家要了解 所以叫做修书圣犯行愿 好 问题呢 我从简单的开始回答 请大家保持安静 一 师傅 弟子的孩子的工作性质 是灭虫的 可能就是杀虫吧 新加坡 为了这个 环境的安全 对不对 都要喷洒虫药 那身为三宝弟子的我 应该如何做呢 现在的行情不太好 暂时没办法改行 那请问 改出家这一行如何呢 这个脸有很可爱 不过你问的问题是很真实 所以师傅还是回答好了 佛在世的时候 也有很多渔夫 问佛陀这个问题 佛陀啊 我们就是渔啊 渔夫嘛 就是要补鱼啊 你叫我们要受五戒啊 不要杀生 那不杀生我们吃什么呀 佛陀说 没有办法 那个可以吃青菜啊 对不对 他说青菜吃太久了还是腻啊 所以最后还是回去杀了 而且呢有些人就会说 也有人来问我 师傅啊 我就是在给浪工作的啊 蹦恰恰蹦恰恰的 特殊行业啊 我很难受五戒的啊 我问他为什么 钱赚的多吗 有时候我觉得你要想一想 假如你做的行业里面 是不杀生 不违反五戒十善 那是很有福报的 举一个例子 做家具 做电脑 做水电 做装潢 他就不用伤害到众生 这是他的福报 假如你做的行业里面 赚了很多钱 可是会伤害众生 那也是你的业报 比方说佛要怎么度渔夫 妓女 还有猎人 他们三种人 都是佛经上常常讲的 他们都是照 杀到迎望久 这最强的 杀生 猎人 对不对 还有捕鱼的杀生 妓女是违反邪淫的 可是佛知道他们还是有佛性 所以还是度他 所以我觉得 那举个例子 像做医生的 要用白老鼠做实验 那可不可以杀生呢 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一听 讲杀生 注意听 看这里 我觉得你们脸友有时候很可爱 要专心听 对不起 我又要用花了 请不要生气 插花的脸友 因缘果 因要起恶心 拿工具 断众生的命 这个才叫杀生 再讲一遍 起恶心 拿工具 缘断众生的命 这才叫杀生 佛叫你不要杀生的意思是 不要起恶心伤害众生 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不小心杀蚂蚁 杀一只狗 杀一个人 跟杀一个出家人 请问 这四个是不是都杀生 那要看你的动机 假如你虽然是蚂蚁 你很疼的 果报很严重 因为你起的恶心太狠了 知道吗 那有人就说 那我碰到一个人 跟他开玩笑 捏他一下 对不对 那只是玩的而已吧 所以他要看你的动机 当然以果报来讲 杀出家人的罪重 是最深的 你会多地狱的 而且很久 那杀一个牛 跟杀一只鸡呢 那就要看你的心 知道吗 所以 跳回来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先要看你的心 还有你用的工具 但有些人就说 哎呀 我很想杀他 比如说 现在啊 大家都很多人啊 都来问我闹啊 外遇的问题啊 有时候就说 师父 我真的很气耶 我真想买毒药 把第三者给毒死耶 结果我问他 你毒了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 那你还是有恶果的 因为你已经有害他的心了 你虽然没有毒成功 其实你将来还是有果报的 你要忏悔 所以 听闻佛法要理解完整一点 起恶心 用工具 断重生的命 那万一我起了恶心 就砍他 没死跑掉了怎么办 还是有果报 他是有很深浅的 所以他不是单一因 单一元 单一果的 而解释清楚 那最重要是你的动机 比方说你是做医学的 那现在我们要用医学 白老鼠来研究一个病毒 制造一好药 比如说艾滋病的药 或很多癌症的药 那你要不要杀神呢 那不得已 那师父建议你 你就往他念佛 跟念往生咒 二十一遍 然后再把针插下去 那你呢 因为这个老白鼠 当然是过世了 可是你若研究出来的药 可以救千千万万的人的话 这个老白鼠 小白鼠将来会往生呢 山山道的 他虽然舍掉了一条命 可是啊 他呢 救了千千万万的人 所以功与过呢 要整体去评估 那至于你呢 我觉得呢 你还是改行好吧 第二个假如你实在改不行 那就出家吧 没有 这家伙是开玩笑的 第三你一定还要做这一行 那怎么办 那就每天多念佛吧 那时候有没有果报呢 还是有 不会没有 你或许会常常头痛 对 因为你杀了这么多虫嘛 那有没有办法 那问题是什么呢 接下来讲 是用人的我值标准 举一个例子 我们动物园 新加坡有动物园 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的动物 对不对 可是我们人都讨厌 蚂蚁跟蟑螂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认为蟑螂呢 是不好的 那是用我们人的标准 去认为蟑螂不好 对不对 所以你就杀生了 可是假如蟑螂有抗议权 也会说的话 我们第一个先杀人 知道吗 好跟不好 是用你的标准判断的 当然这样的做法 跟你新加坡的政府的 everything follow the rule 是抵触的 可是呢 问题是你杀了这些虫 就一定解决问题吗 我觉得不一定 环境的卫生是有很多的 有因缘果 就像你把环境都清了很多的 细菌它还是会蔓延的 病毒来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会死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灭虫啊 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不是绝对的 那假如最后你讲了这么多 师父你讲得很好 我还是没办法改行 那你就多念阿弥陀佛跟往生奏吧 下一个问题 师父第一次有个问题 请帮我解说 因为父母亲还不相信佛法 如果他们去世了 我可以帮他念观世音菩萨 让他们离苦得乐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你很孝顺 观音菩萨因为你的悲心 跟孝顺 他会加持你 第二个 我还是要帮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呢 去极乐世界 不是那么容易 你念阿弥陀佛 只是让他不多地狱恶鬼畜生 真正要去极乐世界 要自己了解道理 发起愿力 要去西方极乐净土 举一个例子 然后呢 你又说 待会我举例子 只是呢 师父我担心 如果他们不去的 他自己 我帮他念阿弥陀佛 那我担心 我的爸爸妈妈他不去 该怎么办呢 你不要紧张 你可以做一个方法 第一 待父母在佛前忏悔 比如说你爸爸妈妈不学佛 你每次拜佛的时候 拜了三拜 你还可以 我为我的爸爸妈妈 各拜三拜 你就拜九拜 你就观想 你的爸爸妈妈在旁边 也跟你一起礼佛 第二个 你带你爸爸妈妈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因为你的孝心 以及你跟他的血缘关系 阿弥陀佛就有缘 慢慢放光加持他 那慢慢慢慢慢慢就改变 所以去不去极乐世界呢 还是要他自己决定 举一个例子 我突然想到新加坡的机场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机场有飞很多国家 对不对 可以飞台湾 飞香港 也可以飞欧洲 你现在 劝爸爸妈妈 帮他念佛 或帮他念观音菩萨很好 就批语他 把他带到机场里 你已经帮他买票了 可是他不上飞机 那你也没办法呀 对不对 而且接着飞机去的地方 不一样嘛 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嘛 那就等下一声咯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往生是很殊胜的 但是要靠自己 由内心而升起的信愿性 一般家属为家人所做念佛 起码是不做地狱 恶鬼畜生而已 来生他可能还会投胎做人 或好一点的呢 会升到天上去 他也会遇到三宝 还会继续修行 比如升到天上的话呢 弥勒菩萨还会教他嘛 来到人间的话呢 可能呢 他还会再遇到佛法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太急 帮助自己的爸爸妈妈 急也没有用 好 接下来下一个 师父请问 万善同归集里面的 希子料简说 禅重要还是净土重要 答案是两个都重要 可是在净土里面是告诉你 有禅有净土 犹如戴脚虎 现世做人师 来生做佛祖 所以禅跟净土都重要 你说你的问题说 如果只专修净土法门 都能去极乐世界 那禅修是否可免了呢 答案我刚才一开始教观想 就跟你讲 你这样理解是不对的 念佛跟三昧 看这里 像我的手掌 看 念佛跟三昧是一体的 你念佛念得好的话 你的三昧是会越来越强的 你三昧越来越强 你念佛的念力是会更广大的 所以这位连友 说明了很多新加坡的连友之见 都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两个都冲突的 请问我这个手 可不可以把它披成两半 这边是肉心 这边是肉皮 不可能的嘛 所以你不要排斥 但是假如禅观 你没办法修 可以 你把心静下来 把心念注意呼吸 观想莲花 然后你再念佛 可以 至于说念佛跟禅观 那怎么结合 在下一次长作 Part 2我会教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人他喜欢禅修 有人不喜欢禅修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选择 至于你题目里面说 我专修净土 问题你念佛要念度力量出来 要能转你的烦恼 调伏你的烦恼 就像我讲座里面 你要1比9 2比8 3比7 这样去努力 你才能够念佛 真的念出力量来 佛之嘴巴这样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散乱心念佛 那等灵命中时 你的业力又现前 你又没有看不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请问 那你是不是毁谤极乐世界是假的呢 有很多人 灵命中的时候 毁谤说 还有我念这么多 阿弥陀佛没来啊 那时候你也棒法了 棒法你就断气了 那你就划不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修不修禅修 我觉得你不要排斥 但是呢 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修多少 禅修 绝对会帮助你正念佛三昧的 第三个 念佛时行观经的十六妙观 或是只采用师父教的方法 能够比他更好呢 这个没有好跟坏 我说了 这是十六秒后 谢谢大家